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365天都不休息的 事实上他们说任嘉伦这些都是真的 不仅演技好人好拍戏都是无缝连接 这样的嘉伦与他合作的女演员们依然也是评价不同 在与杨子合作的之天机之白蛇传说时呢 两人距离虐的死去活来 子萱用一生的命格对抗命运 但终究还是没有与白摇摇在一起 对于男女主角的结局可谓是虐哭无数影迷们 距离有多虐 距外就有多开心 任嘉伦说杨子就像开心果一样 谁见到他都会很开心 确实杨子本人性格大大咧咧的 曾经诚意也说过 如果要借钱的话 他一定会找杨子借 从这点能看出杨子不仅是个开心果 而且与圈内很多艺人关系都非常的要好 在嘉伦看来呢 杨子是比较开心果的 与谭松韵差不多 他说谭松韵很可爱 谭松韵与嘉伦一样都有一张童年的娃娃脸 一点也不显老 这种脸颜的女生呢 大多数都是很可爱的 谭松韵不仅可爱漂亮 在圈内与杨子一样 人缘演技都很好 我们再看看嘉伦是怎么评价张俊丽的 两人也是首次合作现代剧不说再见 了解张俊丽本人的影迷们都知道 他不仅学历高 人长得漂亮 而且演技也是被大众认可的 最主要的是他私下还是一位运动达人 每周都会固定去健身 所以啊他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看起来还是很有少女感的 张俊丽不仅演技好 而且他也是一位很自律的人 在拍戏的时候呢 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嘉伦与张俊丽有着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对自己特别演歌 所以嘉伦说从张俊丽的身上 学到了很多 不仅逻辑思维提高了 之后拍的每部戏中都把握得很到位 两人不仅合作的现代剧 不说再见很好看 而且相互从各自身上都学到了很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